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舒适好医疗船 抵达纽约 市长昌带来希望 纽约市确诊人数飙升 中央公园建野战医院 中共病毒海外感染近70万 高峰仍然未到 124年以来首次东京奥运会推迟到明年举行 您好 欢迎收看今日大纽约新闻 首先带您关注 周一 美国海军医疗舰船舒适好抵达纽约市 将在24小时以内开始收治非中共肺炎患者 目前纽约州成为美国重灾区 病例占全美四成以上 确诊超过6万6千例 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来自纽约市 市长白慈好表示 舒适好的到来为纽约带来希望 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在现场的报道 听告的我身后的就是刚刚抵达纽约的美国海军舒适号 目前船上的1000张病床和12个手术室已经准备就绪 他们将用于接收与中共病毒无关的纽约患者 纽约市长白慈好3月30号亲自赴曼哈顿92号码头 迎接舒适好 在舒适号3月28号启程前往纽约之前 川普总统在弗吉尼亚诺夫克现场致辞时表示 舒适好代表着美国向纽约人传达的 7万吨希望和声援 纽约市长白慈好表达了对川普总统的感谢 目前 纽约市医院将很快达到满覆核 舒适好医疗船与甲维茨会议中心搭建的 紧急临时医院一样 也是救助那些非中共肺炎患者 病患由纽约医疗系统分配 这不是舒适号第一次来到纽约市 在911恐怖袭击发生的第三天 舒适号也曾停靠曼哈顿92号码头 帮助治疗了几百名参与世贸中心急救 而受伤的一线人员 新唐人记者金石奥利弗采访报道 周一 纽约州死亡人数破千 州长库默在下午的每日疫情发布会上 呼吁更多的医疗人士来到这里支援 周一 库默在纽约州首间临时医院 曼哈顿的贾维茨会展中心宣布 目前纽约州共确诊66,497例中共病毒患者 其中有9,517人住院 2,352人在重症加护病房 还有4,204人康复住院 但纽约州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排名 在全美各州仍遥遥领先 确诊病例更是加州的10倍 而纽约州的死亡人数也在周一迎来一个严峻的里程碑 死亡人数破千达到1,218人 一天内增加253人 据《大纪元时报》统计 纽约州的中共病毒死亡率为1.75% 根据数据曲线 库默表示 中院率已经减致每6天呈移倍增长 库默也重申了目前州府的两项主要任务 分别是1.75% 要求人们承担公共责任 待在家中杜绝人群聚集 以及紧急呼吁更多医疗人士的帮助 鼓励各医院之间整体统一运作 无论是州府还是联邦 他表示 中共病毒的攻击不分人和地区 各机构合作需要不分党派和政检 来一致应对疫情 新唐人记者宇婷 纽约报道 随着纽约市确诊人数的飙升 医疗照护需求也越来越高 周一 中央公园建起了野战医院 来提供更多的床位 在我身后是中央公园正在搭建的野战医院 这个野战医院将专门用来收治 中共肺炎的患者 一个一个的户外白色帐篷 这种野战医院通常是军队 在战争时期用来收治伤者的 不过很多人也说 对抗这个隐形的敌人 现在的纽约市也像处于战争时期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it Yes with everything shutting down Shelley Kelly是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支援护士 在现场还有约80个像她一样的志愿者 中央公园的野战医院 由国际人道救援组织 萨玛利亚救援会搭建 将接待来自对街西奈山医院的患者 这个野战医院将具备70个普通床位 跟10个加护病房床位 在周二就可以搭建完成 截至周一 纽约市共36,221人确诊中共病毒 其中9,500人住院 790人死亡 包括首例的孩童死于肺炎 孩童年龄未公布 但其原本就患有其他疾病 纽约市长日前宣布 如果不遵守社交距离规定 可面临高达500美元的罚款 新唐人记者王玉赫 奥利福 纽约报道 周一不少的纽约华人社区的超市 开始暂停营业 不过仍然有不少的华人超市开门 我们来看记者在华人社区的报道 位于法拉盛缅街的新世界商城超市 从即日起关门两个礼拜 另外 缅街的SkyFood仓发和SkyWheel的仓发 也同样关门到4月13号 据超市透露 联合关店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居家避易建议 不过 北法拉盛帕森大道上的华联超市仍然开门 营业时间缩短到从中午到晚上6点 北方大道上的大中华超市也照常营业 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 有多家营业的华人超市 近日来门外都是排起长商的人龙 超市说 这是为了分流 以减少超市里聚集的人流 从超市出来的民众 几乎都是推着一大车食品和生活用品 有市民说 买菜也要有技巧 要买能储存更久的食品 今天我提前两个小时过来的 十点 十二点开门 我十点到的 我估计这些菜 我们三个人的话 吃二十天没有问题吧 而且还各种各样的 这个青菜您打算怎么储存呢 怎么存久一些 先吃容易坏的 再吃不容易坏的 就把那个可以先烫一下 先冻起来也可以 是啊 我多数都是买一些 可以製来一点的那些 那些这样 例如是什么 例如是一些干货 可以来好几个的那些 方面面啊 还有一些生活的像牙膏啊牙刷啊 一些洗副用品啊 消毒液啊这些都可以放 有华人超市的蔬菜肉类被抢购一空 不过美市超市的货源仍然充足 吃不惯美国蔬菜的朋友 可能要多跑几家华人超市 碰碰运气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韩瑞 纽约报道 纽约市的中共病毒疫情日益的严重 很多的店家被迫关门歇业 超市代购网上团购买菜 成为很多人目前的首选 最近由于纽约市中共病毒疫情日益严重 很多民众特别是华人 为了减少外出避免感染 开始从连锁超市网站线上买菜 好市多 沃尔玛 亚马逊生鲜等都提供新鲜蔬菜 生活用品的网购及送货业务 但由于近期需求量大增 送货时间有所延长 此外华人还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 团体代购 不过代购者很多是直接拥有货物资源的华人超市 近几天由于纽约疫情越来越严重 也逐渐停止了这项服务 新唐记者唐成纽约报道 纽约市的急救系统数据显示 近期纽约市911紧急医疗救助的电话 打破了历史最高记录 使急救人员不堪重负 纽约市消防局急救部门表示 随着疫情扩大 911紧急救助电话被打爆 仅26日当天就接到6000多个紧急医疗救助电话 打破历史最高记录 但其中400多个电话 由于事态并不严重而被搁置 消防急救部门表示 纽约市4500名急救人员中 目前已经有20%因为确诊 或近距离接触中共病毒患者 而请假不能工作 在港的急救人员不堪重负 民众如果不是遇到紧急情况 尽量避免拨打911求助电话 新唐记者唐成纽约报道 正当纽约人囤积粮食居家避疫的时候 很多的游民仍然在街边 桥底 地铁系统等处维持生活 他们的生存环境也引起了外界的担忧 目前纽约市已经有45个游民 收容所出现确诊病例 两名游民死亡 尽管纽约市游民服务局和卫生局 已经为各个收容所提供健康指南 包括保持卫生 及时清洁 避免接触和检测访客等措施 不过执行的效果却难以掌握 地产媒体The Real Deal报道 布朗市的一个市立收容所内 仍有45个游民家庭共用一个微波炉 也有消息人士告诉媒体Curve 收容所内并没有严格执行安全社交距离的建议 每天晚餐时段仍有20人以上在餐厅用餐 除了居住在收容所的6万多名游民之外 纽约市还有3000多名游民露宿街头或地铁车厢 这些人平时依赖图书馆 餐厅等场所休息或给手机充电 不过目前这些地点已经大部分关闭 这些游民群体的生存环境和卫生条件也让公众忧虑 纽约市多位民意代表包括市议长张胜和公益维护官威廉姆斯 目前都已经表示支持游民权益组织的倡议 希望为游民团体争取更多的医疗资源 包括户外洗手站以及更多床位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 之后带您看到中共病毒海外感染近70万 高峰还没有到 欢迎回来带您关注截至周一 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确诊病例接近了70万 近3.4万人死亡 而全球范围内的疫情高峰尚未真正到来 在欧洲方面 意大利的中共肺炎死亡率高达11.4% 法国的疫情发展迅猛 截至周一 意大利的中共病毒确诊感染人数 累计已达10101739例 但单日新增病例的数量已出现缓和迹象 周一新增4050例确诊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意大利当前的新增病例数量 实际反映出的是两周以前的疫情 随着意大利继续全国性的严厉封锁措施 应该可以很快看到当地的疫情趋于稳定 不过 意大利的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 周一当天新增812个死亡病例 全国累计已有11591人死于中共病毒 死亡率高达11.4% 西班牙周一新增5085个确诊病例 全国累计确诊85195人 死亡7340人 死亡率高达8.6% 在向北约发出救援请求后 西班牙周一迎来了 从北约盟国捷克空运的医疗物资 包括1万套防护服以及90台呼吸机 自中共病毒在欧洲爆发以来 北约、欧洲、大西洋灾难响应协调中心 以全天候运作 协调对成员国的援助行动 法国周一新增确诊病例4376例 全国累计确诊44,550例 累计死亡3024人 死亡率为6.8% 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 但法国卫生部门表示 由于当前的数据仅限于 在医院内死亡的患者数量 随着当局开始统计在养老院死亡的人数 整体的死亡人数恐怕会大幅增加 即王储、首相、卫生大臣 和首席卫生官等人相继确诊感染后 中共病毒在英国政府内的蔓延并未停止 周一 首相约翰逊的高级顾问卡明斯 也在出现感染症状后进行自我隔离 未迎接可能在几周内到来的疫情高峰 英国各地正在将当地的会展中心或体育馆 改建成收治中共肺炎患者的临时医院 英国卫生官员警告 当前英国的封闭措施可能会持续6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 截至周一 英国累计确诊人数已达22141人 当日新增2619人 累计死亡人数达到1408人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重申 社交疏离政策将延长到4月30号 可以挽救100万美国人的生命 另外 全美国测试量超过百万 有8000多台呼吸机将被分配到各州 来看报道 每个民族,家族,和商业 都可以做出一切 在避免疫情的病毒 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责任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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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30天 因为我们必须返回回来 但是我们更加称为我们的责任 今天更加称为我们的责任 更加称为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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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同事宣布 美国已经完成了超过100万次病毒检测 力度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而且测试结果精准 而随着5分钟快速测试盒很快在全国普及 接下来美国对中共病毒的检测将更加广泛高效 另外联邦政府开始每天汇总全国病床数量 纽约未来3-4天内床位将增加2900个 定有8100台呼吸机将在24小时内 发送至密歇根州、新泽西州、路易撒娜等各州 截至周一下午6点 美国当日新增确诊病例17322例 全国累计确诊16万0813例 累计死亡2960例 在医疗健保板块的带动下 美国股市周一继续上涨横行 至收盘时 道琼斯指数上涨3.19% 收在22327.48点 标普500涨3.35% 以2626.65点报收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3.62% 收在7774.15点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之后带你看到中共病毒疫情 令中国的民司机时刻越来越近 欢迎回来 由于中共病毒对全球经济的破坏 也给中国经济造成第二波的冲击 专家预警 中国再度地面临民司机时刻的威胁 大陆各地封城 使1-2月的工业 消费 投资 三大重要经济指标 全部创下两位数列幅 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 第一轮经济冲击波还没完全平息 随着疫情全球扩散 第二轮经济冲击波可能随即到来 广东泛达玩具等三家大型企业复工后 由于欧美客户取消订单 复工后直接宣布倒闭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 今年前两个月 中国货物出口同比下降了15.9% 预计随着国际疫情升级 情况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恶化 中国的货物业的货币 货物业和货物业会大量大规模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种影响 中国的货物业的影响 正在2020年货币的影响 美国彭博社引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经济学家的估计 由于大陆企业缩边或者倒闭 二月份中国有800万人失业 两位匿名的中国银行高管透露 二月份逾期的信用卡债比去年同期激增了大约50% 学者预警 如果危机持续 更多企业和个人的现金流不足以偿还债务 就可能不得不抛售资产抵债 一旦形成了群体抛售 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暴跌 就意味着所谓明司机时刻的到来 日前有大陆经济学者再次发文 预警防范明司机时刻 所谓明司机时刻 是指经济体中隐藏的风险突然全面暴露 资产价格暴跌导致大范围的违约经济危机爆发 明司机时刻可能性的实际上越来越大 中共实际上就是靠着 用钞票和放水的做法还在维持 实际上是让泡沫越来越大 那现在的政治上保党 经济上保泡沫 结果呢就是让这个危险越来越大 专家指出危机若隐若现 疫情只是导火线 根源是长期货币超发下的经济 金融 社会的脆弱性 新唐记者玲瀾纽约报道 川普总统27日签署了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纾困法案 为疫情期间的美国人提供现金 失业保险及企业贷款等 29日 川普宣布 美国的社交疏远政策将延续到4月底 另一方面 世卫组织的高管埃尔德沃 在周末接受香港记者采访的时候 为了避谈台湾而直接挂断电话 引发了外界的广泛批评 此外 中国制造医护产品持续出现劣质 继捷克西班牙将中国世纪退货后 荷兰又决定召回60万个中国产的口罩 因为它不符合质量标准 今天晚上热点互动节目 将邀请嘉宾典评解析疫情最新发展 欢迎观众朋友们届时收看并参与互动 好的 广告之后我们带您看到 124年以来首次 东京奥运会推迟到明年举行 欢迎回来 周一日本奥运会的组委会主席宣布 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将推迟到明年夏季举办 周一 东京奥运组委会主席森西朗 宣布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新日程方案 合意しました新しい東京2020大会の開催日程は オリンピックは2021年7月23日金曜日から8月8日日曜までであります パラリンピックは2021年8月24日火曜日から9月5日日曜日までという風に決定をいたしました 由于中共病毒疫情的影響 原本定于在今年7月24日舉辦的2020年東京奥运会 不得不推迟到2021年的夏季举行 周一 東京组委会发表声明解释了推迟举办的原因 一 保护运动员及所有相关人员的健康 且有利于中共病毒的控制 二 维护运动员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 三 全球国际体育日曆行程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声明中表示 有信心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东京奥运将成为黑暗隧道尽头处的希望之光 日本奥林匹克大臣乔本·金子也表示 明年举办奥运是正确的决定 东京奥运被推迟 是124年来 现代奥运会史上的第一次 日本为举办此次奥运 已投入130亿美元 新唐人记者颜希综合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大女日新闻 祝您健康平安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